接下来性光法师也要来为大众开示 佛制非时时界和过午不时界的连游 饮食是身体能量的补充 每一个人的状况体质都不一样 需求也会不同 从前出家人生活简朴 心地清净 妄念烦恼少 需要进食的量也少 而身体状况不好 体质差的 需要靠近时维持四大甲合的摄身来修行时 则开许晚上吃一点东西 以治愈摄身专心修行 人一出生 他就是有这个恶病的苦 所以我们称为 恶我们把它称作为病 因为有病你就必须要吃药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一般来讲就是过午不时 但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所需 所以当晚上需要用食的时候 就好像在吃药一样 因为我们为了要维护这个身体 这个摄身 所以必须要来用这个药食 所以说它药食的用意就是 在治疗我们这个恶的病 所以称为药食 否知比丘过午不时 所以中午过后 饮食称之为药食 以治愈饥渴之病 以前比丘 每日仅两度进食 入冬寒夜之际 为预寒雨消极 常将一块石头烘暖 治愈腹部 作为了治一切肠胃疾病 而后将每日第三餐 称为药食 法界新闻参谋章 刘明明高雄采访报